《中西區區議員》 羅永智 大家好 我是中西區區議員羅永智 我們一族民主派的區議員 這幾個星期非常關心武漢肺炎 對香港尤其是社區的影響 其實我們在幾個星期之前 即未開這個區議會 第一次大會之前 我們已經提出要政府做好社區的防疫 包括增加公共場所和社區的口罩供應 做好社區清潔 以及提高透明度和完善的通報機制等等 以及如果遇到有疑似個案 其實應該立即進行隔離 這個其實在幾星期前 我們已經提出來了 很可惜在中西區的大會上 警務處處長大家都知道 同一眾的原本負責民生事務的官員 拉大隊離職 線離職守 令到我們在區議會上 沒有辦法能夠盡早地討論和監察政府的防疫工作 我們本身區議會的職能當然是做監察 而我們都沒有一個 例如立法會或者政府這麼高的權力 去要求官員不來的話 其實我們都沒有辦法寸召他們來 這個我們都是沒有辦法做得到 但我們都見到由於那個疫情真是來勢匆匆 所以其實我們各區的區議會 大部分都是要活了很多的 我們能夠所動用的金錢 包括我們區議會 其實最主要是有一個上一屆正下來 原本就是用在 比如大家所說的蛇齋餅種的一些活動上面的經費 我們就將大部分的經費都是用在防疫方面的 包括但是不限於 比如說購買口罩 洗手及搓手的檢疫 以及進行社區清潔和教育等等 但老實說這些錢用在整個社區 其實那些錢真的不算多 但是我們都是想做一個好的榜樣 因為本身防疫的工作 是應該由我們的行政機關 即是政府部門去執行 我們區議會應該是負責監察它的乘客 但由於政府我們三番四次去監察它 去要求它做的那些事情 都是做不到太慢了 所以我們一定要區議會 自己動用資源 急市民所急自己做先 我們很希望開一個這樣的一個好的施例 告訴市民聽 我們民主派 我們的抗爭者 和我們的香港人 醫護 其實都是大家一起想做好 這個民生防疫的工作 我們很希望這些撥款 真是能夠改善到現在的處境 雖然其實這個真是 老實說是一個杯水車身 我們稍後都會在區議會上面 其實再討論一下具體仔細 那些資源物資怎樣去分發 因為我相信現在 區議會仍然在一個叫做 架架的一個階段 而我所知道 其實不同的區議會也有不同的一個做法 比如那些是可能會先分發給一些 NGO 再分發給 NGO 所接觸到的街坊居民 而也有些可能會直接由區議員辦市署 直接分發給社區裏面 其實我們已經是用了最快的速度去做這個撥款 但是大家可能都要明白了區議會那個撥款 其實都是一個政府的公眾一步伐 那政府那個民政事務處 其實是會有它的既定程序去做那個審批撥款 和去做那個採購 所以我們其實都估計是可能去越中或越美 才能夠將那個我們買回來的有物資 能夠有效地分發給居民 是可能就是越美或越中 才有這樣的一個進度 其實有見到現在的疫情這麼來勢洶洶 區議會在過去幾天和上一節的開會 我們都提到很多譬如說 剛才隔離的朋友都有說到 譬如說封關的一些建議 但我們見到即使我們在區議會上面提出 這些封關的建議 又或者在一些整體香港的一些隔離的一些政策 其實政府往往都是慢一步 明明我們其實在上星期已經提出一定要做這個封關 誰知道原來在區議會1月23日開會當日 就剛剛昨天就發現了 原來在當日就正正有一個case 是這個證實的個案 就經由這個港澳碼頭去了澳門 其實這件事也發生在各區的 為什麼它要這麼遲一步呢 剛才隔離的朋友也都問到 究竟政府它什麼時候才是 究竟社會出現什麼條件 林鄭月娥才肯正式去做一個封關呢 現在她昨晚又慢了一下才封一個由武漢來香港的旅客 我們是不是要真的見到有不幸的人無辜慘死 所以林鄭月娥才肯聽香港人的建議 才肯全面封關呢 但到那時也可能是太遲了 另一方面呢 其實我們也多了在這個區議會裡面 去要求政府做好這個口罩供應 但我們都見到林鄭月娥她在這方面 都是答應不到香港人做什麼的 而我們一班區議員在過去一段時間 一落區 譬如我昨晚一落區的時候 已經有些公公婆幫我問我 我們還有沒有口罩 我們又發覺其實社區口罩的供應 非常之謹全 包括其實在兩星期之前 其實已經不少的地區已經是賣斷市 早兩天年二十九年三十晚 更加不用說 一定已經是一素清光 有很多公婆我其實是沒有辦法買的口罩 而我們身邊很多區議員 其實已經自行自己銀河包 譬如是一千上萬計的一盒盒的口罩 在歐洲或者日本這樣訂飲回來 這些工作本身其實應該由政府去做 但她實在做不到 我們要自己銀河包大量去訂口罩 我現在想問林鄭月娥 究竟是不是要等到社區大爆發 政府的口罩儲備才肯派給市民呢 到時亦都是可能非常之遲 我希望這個政府盡快回應 剛才我們身邊的朋友 所提出的一些疑問 尤其是我剛剛這個朋友 提出的九點的質詢 是非常之實在的 如果林鄭月娥回應不到 她真的成為一個歷史罪人 多謝各位 好了